四岁半的小朋友们 大家好 请拿出科学课本 请翻开第16页 请在这里写上今天的日期 我们今天科学的内容 进入是 单元二 我的家 主题是 颜色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次 颜色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我们的周围 有各种颜色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次 我们的周围 有各种颜色 我们来认识这些 颜色的绳子 红色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次 红色 红色的沙发 黄色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次 黄色 黄色的 网球 白色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白色 白色的袜子 蓝色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蓝色 蓝色的衣服 我们周围 我们周围有不同的颜色 小朋友请翻开第17页 请在这里写上今天的日记 我们来看看其他的颜色 我们来看这个绳子 绿色 绿色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绿色 绿色的枕头 绿色就是也是青色 我们再看 黑色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黑色 黑色的鞋子 我们来看 这个绳子 绳子 紫色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紫色 紫色的窗帘 我们来看这个绳子 褐色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褐色 褐色呢 我们也叫做巧克力色 褐色 褐色的门 我们来看这个绳子 灰色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灰色 灰色的羊娃娃 我们来看这个绳子 橙色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橙色 橙色的桌子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三个绳子 蓝电色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蓝电色 这个颜色呢 会比较特别 它是由 蓝色和紫色混合 而成的 蓝电色的箱子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绳子 粉红色 小朋友跟老师读一遍 粉红色 粉红色的裙子 今天的科学课上到这里 谢谢 再见